在 御史忠诚刘伯温 徐岸万平县衙 升堂礼事 各位小心伺候者 领劲 上堂排班 要 击鼓升堂 唯悟 有请刘大人 本平县 下官在 你可知罪 下官知罪 你身受朝廷信任 唯以地方重任 身为一方父母 不思知恩图报 反而迎私枉法 纵使刁民损功肥资 你可认罪 下官认罪 本官念你读书一脉 良心未敏 况且尚能主动 如数交还赃银 故不再深究 存你个体面 挂职回乡去吧 下官多谢大人 法外开恩 本官望你回乡之后 打扫书案 再读圣贤之书 重新体会那 做人做事的道理 下官遵命 你 卑职在 待他至后堂 这调无杀交割印性 督促家人活速上路 不得有误 卑职领命 起来 下官别过大人 再谢大人 下去吧 本县可有县城 回大人 本县赴职已空两年 你所认何职 卑职刑防通判 白自立 好 在新任政堂到任之前 以代数本县政务 其他一件一律而行 卑职遵命 来啊 带人犯金声援 大人有命 带人犯金声援上堂 大人 人犯再到 人犯金声援 你可知罪 不知 无罪 何约无罪 你为沈仙打 公报私仇 本官与你何冤何仇啊 你极贤度能 不奋我儿才高 故而陷害于我 你放屁 就你那儿子连我都比不过 还说什么才高 千 大人 公堂之上未经许可 不得给 是 此案你审不公 在下要见大师道演 金声援 你还真的要本官 传唤道演上堂不成 要传 只怕你 你没那个面子 不敢太岁头上动土 好 本官成全于你 来啊 请道演和尚上堂 有请道演和尚上堂 好 贫僧参见刘大人 阿弥陀佛 给大师涉座 是 大师请 金声援 你招的证人来了 你有什么话说 大师救我呀 大师 但刘伯温 哪是冲我 全是冲着大师您啊 自从所来 就下黑手啊 板板披在身上 车披死肉 大师啊 他不是在打我 他是在打大师您啊 板子明明是打在你的身上 怎么去说 打在我的身上 啊 此人怕是受刑不过 糊涂了 阿弥陀佛 刘伯温 你欺软怕硬 大师既来作证 你为何还设作优待 大师乃是受了大将军之托 来厅堂兼审的 本官立当设负 啊 廷僧谢所 人犯金声援 我来问你 我先问你吧 上的唐来 你为沈仙打 你议的是律法哪一条 大师既来监审 请将本条记录在案 好你人犯金声援 果然刁民 我告诉你 本官打你 自有打你的道理 有何道理 莫以为自己官大 就可以为所欲为 上头还有皇上 还有天理呢 我来问你 道案之前 你在本县所认何职啊 一个工坊里跑腿的书办 大明律 功律营造 有私官吏 不祝公谢 而祝街坊闹事者 账八十 怎么样 难道本官还打错了你不成 本县官吏 为祝公谢者 并非在下一人 你为何执打在下 不择他人 那谁让你赶上了呢 这就叫杀一敬百 而且据本官所知 已经有几位官吏 搬回公谢去住了 金声援 还有什么不明白 都说出来 本官一一给你解释 算你狠 这八十大百 我认了 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为何还不放我 放你啊 这刚开个头 你让我怎么放你啊 金声援 咱们挑重点的说吧 恩科舞弊案 社卡收税案 金屯合公案 你自己说说 让本官先审你哪一桩 你构陷污蔑 我哪桩也不存在 有请刘大人 贫僧虽受大将军之托来此 但贫僧坐在此处 内心难免惶惶 还请刘大人 优先审礼 君施主 叛咬贫僧一事 你便尽快脱身 赶请 好 就一大事 这贡状上说 金声援 以剑庙为名 捐你白银若干 后来 又请你品鉴 其子之师 可有此事 确有其事 不过 那些银子 都与恩科考试无关 贫僧推荐 其子诗文 只因误碍其诗 未解其中诸多关节 后经刘大人指点说明 在经诸声接铁之后 贫僧已知其无耻 那大师 为何还收我的银大 金施主的银子 只说是 结善员的捐款 贫僧不能拒绝 向善之心 只能照单手下 此种说法 不过是个由头 其实 送银子的目的 你我的心里 一样清楚 金施主如此说法 令贫僧不解 若非向善之举 贫僧 为何要收你的银子 方外之人 起居吃用 自有供养 要你的银子 又有何用 大师 你别忘了 当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贫僧能理解 施主此时的心境 但也不要信口胡言 我佛慈悲 宽恕此人口意 阿弥陀佛 兔贼 你脸变得好快呀 你这是要把我 推上死路啊 我就是做了鬼 也不会饶你 施主 这话又从何说起 你一个世俗之人 犯了世俗之法 与我贫僧何干 在下实在这冤枉啊 自求一案诵经 三堂会神 吵闹公堂 大行伺候 这呢 这个贫僧看不到 贫僧告退 大师啊 你不能走啊 你这儿还有奸堂之责呢 刘大人问案 联民公正之名 欲满天下 神非贫僧所能 奸乃多此一举 还是告辞吧 大师你不能走 大师救命啊 大师救命啊 人之夜报 歇起四身 贫僧岂能救得了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金生元 你可知罪啊 无罪可认 再求一案诵经 三堂会神 诵经 我审 斩了你 皇上审 寡了你 皇上宅心仁厚 皇上万岁万岁 万万岁 来啊 将一干人反 统统带上堂来 带人反 爹 爹 儿子 走 上的堂来 还不跪下 儿等贡状 本官聚意看过 现在可愿为干政 执政此人哪 小生元 小生元 金生元 你还有何话说 人犯金生元 你还有何话说 加起来 重磅胡椒 大人不用行 小的 远 远赵 四乡百姓功继开始 啼 拜 拜拜 参拜 万平县 卑职在 座堂开派 是 带人犯 是 个人犯听了 查得你怎么办啊 莫无国法 草菅人命 营私舞弊 贪赃枉法 苛寇酷银 借贷合宫 偷才减料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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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可认罪 这还用问吗 这不明摆的事吗 好 既然如此 本官就省去凡文 来人 诸笔伺候 是 回禀大人 于小人有话说 你讲 小民冤枉啊 断桥再死 你何冤之有啊 以小民最初计算 也只是 土木工程一半的苛扣 这桥 怎么也不至于 进水一涮 就塌了 都是因为塌 摊到午夜 一次次向小民索要 这工程的银赞 呸 怂人 说这还有什么用 它是本县 主管的立幕 只要开口 小的不敢不给 对 依你所说 如若按你当初的苛扣 这桥便不会倒了 倒 终归会倒 但 怎么也得撑个 三年 五载的 才说得过去 住口 随朝礼春 所见赵州桥 屹立至今八百年不倒 同时身为工匠 居然有脸说出这种话来 居然有脸说出这种话来 不冤 不冤 杀 不冤 你说你冤 你问问百姓 你冤不冤 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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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冤 人犯张四卯一鸣 按律当判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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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立决 筹募家财人口 人犯金生元一鸣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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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费事了 案例都应处斩 来人 对 将一干人犯 要赴刑场 是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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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东西 还想打我屁股板吗 这回知道谁是真神了 不服事吧你 一百年后 等小爷我把人间荣华富贵享受完 就去那边找你 到时候咱俩再接着斗 那时候阎王爷要知道你心这么黑 非把你下油锅炸了 达人此次回京 一定替我多多拜上皇上 就说徐某镇守北方 一定担惊结律 死了而后遗 有数有数 大将军请回吧 兄弟 哥哥我也没啥送过来 这是二十个烧饼 还有一个烧鸡 带在路上吃 这两个人 算是本地特产 烧刀子 一点心意 兄弟你一块带上 哥哥如有机会 也请来硬天看看 兄弟我一定带你去那秦淮河畔 尝尝咱那硬天城的宫廷小吃 哥哥我怕是没那福费 你去不了 那我就还来 来看看我那埋在地下的将军哥哥 兄弟你是有情有义的汉子 我拜托哥哥的事 忘不了 忘不了的 嗯 每年还是一定要去看看 替我留意 烧上一炷高香 你 你